欢迎大家在爱满地今日音乐收看2022年日内瓦音乐大赛 我觉得日内瓦比赛是世界上现在比较权威的音乐比赛之一 最权威的那几个之一 像伊伊沙白 老柴 日内瓦 这都是公认的最好的几个比赛的目前 然后他每年办的比赛还不一样 像钢琴的话大概三四年寻一次 所以今年正好轮到钢琴 然后有一轮线上的音乐会 我觉得还是挺与众不同的吧 我其实那时候没想太多吧 也没有觉得自己就稳定什么的 我跟我老师上课也说 老师这次我可能都不太抱希望 就是四十进九 就是那时候还不是进九 那时候是四十进八 他们只进八个人 所以就觉得不是很大希望 但是好好准备吧 我是五月份比了杜柏林半决赛 然后比了半决赛之后就回国隔离 隔离完之后就好好准备 然后还有一首新作品叫闪电选了一个 然后就静下心也不做别的事情 隔离完之后出来 然后就一遍 前行直接录了一遍这样子 半决赛 我很期待我的就是 怎么说呢 线上跟线下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当你面对观众 然后弹一场属于自己的音乐会 然后时常在六十到七十五分钟内 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你要构思整个曲子的一个编排 然后你要带给观众什么 你要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就不是比赛为主了 而是你为了音乐会为了音乐去服务 所以你要表现的东西就不可能是禁忌这种 还有我很期待我的重奏 我对我的重奏也比较自信嘛 因为总弹嘛 然后在我们学校也是接活比较多的 所以像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 虽然我之前也没有怎么好好上课过 但是我五首都弹 所以很认真地选了个第二首 声乐我选的是普朗克的一首声乐的套曲 然后我虽然没有接触过这个曲子 但是听着我觉得就是音乐内容非常丰富 所以希望到时候也能跟合作者完成不一样的音乐体验 独奏的话我是选了 就每个时期都选了一些像海盾 我选了一个海盾作品曲 这是古典时期的 然后浪漫时期的有比较庞大的一首 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作品曲 是1913年版的 然后又选了一首八博的漫游 大家可能听的不多 就是一个近现代来派的 然后描写美国的里面有一些 民歌或者爵士一些蓝调什么的因素 都在里面 然后我想最后一首是李斯特的 《菲亚罗的婚礼》的改编 我觉得那个比较炫 然后其实国内谈的人也不多 国外谈的我听的也不是很多 就比什么堂皇啊 梅菲斯托啊弄成这种来说 它比较冷门 但是我比较喜欢它的音乐 就是很热情 但是不会觉得很闹腾 对 正好聊到这个的话 就可以说说这个比赛的 就是它的项目 就是它这次半决赛就分为三个项目 一个是独奏 然后一个重奏 还有一个个人音乐项目 然后这个也是打分用的 所以把它这里面其实有规划一下 你之后的演出或者巡演 就是他们也是计划 就是有一个古典音乐的创新这种东西 就假设你要是获奖了 他们可能会根据你的计划 然后展开你接下来两到三年的巡演 这样子 然后我大概就是比较提倡中国作品 尤其是中国钢琴作品 就是怎么跟他们西方 因为一个是结合 还有一个就是 弘扬我们的一些 比较现代的一些好的钢琴作品 因为我觉得 他们还是并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国家的一些民族音乐 我觉得像这种比较好的作品 更应该让他们接触一下 然后听到一下 不管好的反馈 还是坏的反馈 对我们都是比较好的认可 我呢是大概四五岁左右 开始学琴 然后正式走入这个专业 是考新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前一两年吧 我是初一进新海音乐学院附中 然后师从刘希教授 然后后面转入乌克兰籍的波波娃教授 然后他前两年刚去世的挺遗憾的 然后之后就16年考上了专业音乐学院 然后到现在一直跟伟大文教授一直学习 我平时如果运动上的话 就是骑自行车 还有打乒乓球 对吧 尤其最近有那个什么 师拼赛团体 看着就特别热靴沸腾 平时就很喜欢打乒乓球这样的 然后还有就是美食 对吧 看我这个身材就知道特别爱吃 然后我是来自广州的嘛 所以吃粤菜 还有对喝茶这些点心 就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欢迎大家在爱满地和今天音乐 收看2020年 Junaywa音乐大赛 你来自动咱们 吃粤菜